你们在说的过程当中我想起一点来 其实呢四大名嘴是我策划的一个演出 当年呢是这个北京建都 建都860年 海连王完颜亮 篡位 之后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迁都北京 第二件事读了刘勇的一首词 叫江南行圣 然后写了一句话 然后我要灭掉南宋 结果南宋没灭了 自己死了 唠了一个成果 北京860几年的都城 由此公元1153年 1153年 我想起来了 季老师说的对 就这个日子 就这个日子 所以呢正好是在 你叫什么乃月 正好是在2013年的时候 我策划了一个叫 京城四大名嘴画北京 就说北京的发展变化 那你们四位是用各种各样的局域形式是吗 对 我们也讲了一段短片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的状况 季连海老师 一看我们仨 说像的 说评书的 说脱口秀的 你们仨都是演员 让我跟这一块玩 我也不能赐予你们 天天在家练 啊 这和尚呢 这和尚怎么着 季小兰怎么着 怎么着 至于吗 至于吗 干嘛呀 不就一场演出吗 是不是 急得头发都白了 不信 待会上台您看 头发全是白的 比我才大两岁 你看我多精神 您瞧他 后来啊 这立坤跟我说 立坤老做的养生大讲堂啊 他跟我说 李老师他那不是急的 我说那是怎么回事 慎虚 这事他们是说相声的 我不是说相声的 俺也不是说书的 你看这说书的 总到你最关键时刻 最想听的时候 关于这个杨湘武 三道九龙碑这事啊 咱们下回再说 你说说完了 不就完了吗 你多说会儿 我不就少说会儿吗 对不对 不就他下去了 哎呀 也不是方清平那脱口秀 你说就那么点故事 来不来去砸砸什么呀 你这脑子多亮 还是我们学校 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教唇 能教这样的人吗 我们学校教的都是什么 比他那脑子还亮的 什么陈佩思啊 就那样的人 是我们学校毕业的 知道吧 其实呢 那个时候如果没有 季老师的帮助 或者他的支持 我们当时没有那么 这个有主心股 所以当时也是 梅兰芳大剧院 对 做的一场非常 空前绝后的这么一场 当时呢 演出还是非常受欢迎 在那以后 后来要很多人又说 能不能你再策划一个 你们四个人的一个节目 你想当时自己策划 因为你了解这个 对 作为一个个人 跟一个电视台合作 策划一个栏目 那是很难的 对 后来我还策划了一个 这个季老师也参与了 叫京城四二班 是北京电视台 14年 第一个群口脱口秀类的节目 也不错 季老师也去了 当时季老师当老师 他就扮演老师 然后我们呢扮演学生 他讲课 也有乐播 也有这个谁 但是后来呢 乐播为什么不参与了呢 太胖了 不像学生 对 我们一路啊 我们是一个斜坡 三小时 然后那个教室呢 当初设计的 还是一个斜坡 就是要它的喜剧性 站也站不稳 要那种喜剧性 你想 他二百多斤 一大胖子 站在那上头 他站三小时 已经就开始犯晕了 到最后不理的 都开始往下出 我们也是个怕出人命 我看出来了 这乐播呀 这个娜威呀 后来被你们给抛弃了 主要是因为 身体不行 我早就跟他们说 好好锻炼身体 这个方清平呢 是后来 什么 痛风 也非常的厉害 所以那俩 我们就不带他玩 现在主要是 我们俩在一起合作 知道了 哈哈哈 但是